丝纸是一种类似简纸 但和简纸不同的平面镂空艺术 因为不需要画草稿 而且不需要工具 是一种完全用自己的身体 来跟纸交流的艺术 眼前的这位蒋敬华 是安徽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丝纸代表性传承人 他把传统书法艺术 和民间简纸艺术融合创新 以手为简 以丝代写 把纸丝成书法作品 这幅作品就是狮子书法作品 什么叫狮子书法呢 一般书法人家理解 都是用毛笔写 我以手当简 虽然也是简纸以类 把中国书法艺术 和民间的简纸艺术 融合到一块去了 以书法为本源 只不过是书法 另外一种艺术表现形式 然后撕出来之后 你们看有毛边 有那种特殊的精实的味道 这种味道是写不出来 刻不出来 也剪不出来的 所以是唯一的 有另外一种艺术感染力 进入蒋敬华的家中 墙上一幅 《桃花园记》 私制书法作品映入眼帘 远观自如行云流水 与手写的书法作品 并无差异 而静观 每个字笔画的边缘 都比较粗糙 有一些绒毛状的纤维存在 这些是书写和剪纸 无法仿制的特征 我们黄山寺是灰文化的发想地 灰文化不大精深 所以耕植在这个土壤里头 可以吸取很多营养 如果往回讲的话 就一开始 就是对书法的爱好 走上这条路 经常就看人家对联 写得好 字写得漂亮 从小而闻 而如木染 慢慢就形成 1959年 蒋敬华出生于古辉州地区 这里有着数百年辉商的繁荣历史 中原文化与山越文化的碰撞 形成了博大精深的辉州文化 在很多古建筑中 遗存的匾额 迎联 不仅书法精妙 而且富含哲理 非常起立心志 这让喜爱书法的蒋敬华 如沐春风 更为他的丝纸书法 埋下了伏笔 在蒋敬华40年的创作生涯中 让他深知 传承不仅要继承 优良的传统文化 更需要不断地解放思想 融合创新 非以传承的 一定要传承要在创新基础上传承 在传承基础上创新 形成个良心的互动 形成一个这样一个循环 我就觉得就不断地前进了 第二个 把多种的 非物质王遗产 加持在一块 做加法 也可以使我们文化 很好的传承下去 如今 蒋敬华 把私纸书法带进课堂 通过寓教娱乐的方式 既教私纸书法 也教毛笔书法 在写写思思的过程中 讲解汉字魅力 来提高孩子们的动手动脑能力 培养他们练习书法的兴趣 所以我也经常跟孩子编私纸的时候 在编讲中国汉字的魅力 也把这种汉字魅力 带到国外去 当然有人问我 外文好不好试 我可以告诉孩子们 外文最好试 就是言权和棍子的关系 跟我们汉字完全就不是一个概念 从小打好良好的技术 把汉字写好 实际上也是我们的传承文明 生生不息的中华文明 汉字功不可没 一直流程到现在